这个项目我们刚接手的时候 它其实前身是配套酒店用的一个早餐厅 那我们通过现场的勘查 然后对整个空间进行一个梳理之后呢 就想把后面比较凌乱的这块空间 我们就把它利用起来做成包厢 然后前面这块区域住往比较少呢 我们认为是比较适合做小型的宴会厅 入口的位置左手边它有一条小的弄堂 那原来这个弄堂是很凌乱 可能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些垃圾啊 对方的杂物 但我们认为这个空间其实需要有一个 跟户外户内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景观 这样的话也不会显得这个通道会这么狭窄 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希望客人进这个店的时候能够有一种仪式感 说到风格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没有刻意地说去要做一个什么风格 因为这个餐厅它想做的菜是一个杭州周边的土菜的一个金座的做法 天然有机的一些食材 如果说你一定要说问我是什么风格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为一个是现代有机主义吧 我们在取材上呢 也是采用了比较自然的一种材质 比如说天然的木头 天然的这个盐板 在墙面的话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灰泥的一个基调 其实它这里的包厢不多 总共是十个包厢 分个包厢的时候 我们还是从整个空间上来处理 打造每一个包厢 尽量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 那那个豪包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原来的层高是很高 而且这个空间 前期它是一个酒店的一个过路房 我们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打造一个就是有一个小中空的这种感觉 能够解决这个空间的一个单调性 然后同时又解决了这个排风难的这个问题 空间设计上面 我们也充分考虑了灯光的被造物的一个设计 那么同时我们也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叶老师 它来做整个灯光的一个深化跟实施 包厢照明的话可能是餐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希望包厢要够亮 那么这跟光的方向性是很大关系 所以说你看到我们桌面上加了肉干个下照式的射灯 这个灯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保证桌面的照度够亮 第二个呢餐饮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讲色香味 这个地方是我们做了一个包厢号的一个灯光处理 首先是利用了一个五金的雕刻 然后投影形成了一个包厢号的这么一个效果 八台的处理上也给它就是做了一个残缺的一个美感 那那个地方我们就跟灯光设计师一起商量之后 通过一个射灯的一个照射 那么把这块区域就可以更加的一个有一个趣味性 其实我们这个餐厅在设计的时候 很多方面我们就是考虑了一个能够突破常规的 打造一点趣味性的东西 可能我们近期餐厅做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对这方面的设计会有一些小小的感悟 餐饮设计很重要的一个是要做出它的一个氛围 在考虑整个空间设计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顾客 在你这个空间里面游走 然后去感受它每一个区域 每一个角度对你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感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使用者的角度去考虑 我们要考虑它的这个耐用性 方便效率这一块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设计 把它这个空间的商业价值去挖掘出来 这一块半个月就玩了一点 нут筋设计